哪一個NBA球星最喜歡跑步? 答案是Wiggins 因為 Wiggins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酷奇 明星賽週結束了也該是時候做事了吧 所以我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Wiggins來到勇士隊的表現 今天導彎火箭已經是第四場比賽了 他的場均成績是22.7分3助攻 2.8籃板 1.9超級還有1.8火鍋 Wiggins在這四場比賽的整體表現算是漸入佳境 雖然不是特別亮眼 但已經達到我對他的基本期待了 甚至還超越了一些 只要Wiggins在防守端能夠給對方阻力壓力 還有在進攻端能有效率的將球投進籃框 我認為這筆教育就已經算賺蠻多了 先來說防守端好了 這四場比賽他的防守效率為1.11.5 只輸給Green Parco還有Chris 排在全隊第四名 Wiggins這四場比賽主要看防 狐人的James 樂火的Jones 還有太陽的Booker 還有今天的Harden 從這個防守目標能看得出勇士隊賦予他的防守任務 就是看守對方的阻力得分 他在防守Booker是相當不錯的 讓Booker的頭七只有中二 因為Wiggins擁有身高 還有不輸給後衛的痕疑速度 還有他的彈跳爆發力 讓他在防守比他小一號的後衛輕鬆許多 至於James這種怪物級別的要守住 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不過至少Wiggins在防守James 有展現出想拚防守的態度 搭配下個球季回歸的Thompson 終於可以開始期待勇士隊的風險防守了 再來是進攻端 這四場比賽他的進攻效率為108.9 只輸給Parco和Pool排在全隊第三 更別說他這四場的投籃命中率是超級高的57.8% 三分球命中率也有52.6% 場均可以投進2.5球的三分球 雖然罰球稍嫌不準 但不影響他這四場比賽的火燙手感 Wiggins場均22.7分 跟D肉在勇士隊場均得分是差不多的 但是兩人有一個天差地緣的差異 那就是持球比例 這四場比賽裡 Wiggins不太佔球權 甚至有點邊緣到我希望他可以多單打一點 總比一直看到Pascal 奶油失誤或者是Lead打鐵音樂會還要好吧 Wiggins不佔球權還是能達到場均22分 是比H還要好的事情 但是他在戰術跑位上還是過於邊緣化 就像是不管他站在哪一側 哪一側就是弱邊 只要有牆邊跑不出空檔 才會傳移球給他 當然這還只是第四場比賽 戰術還需要熟悉 但現在勇士隊能進攻的真的沒有幾個 應該說就只剩下他一個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開始釋放一些戰術跑位給Wiggins了 Wiggins的攻守兩端都已經達到及格分 但是我覺得他的油箱還保有30%左右沒有用到 這也是他下一個需要突破的部分 就是在球場上需要更積極 有時候快攻民可以用爆扣來終結 但他還是想用輕鬆的上籃來解決 反而被打了幾次火鍋 簡單來說我希望Wiggins等到熟悉勇士隊保衛和戰術後 過去的養生籃球就可以慢慢捨棄了 至於那些囤積已久的枸籍 我覺得就可以慢慢丟掉了 當Green和Wiggins同時在場上 一個時常激動的打球 但卻無能為力將球投進籃框 另外一個慢調實體的處理球 卻能穩穩將球投進 有時候會妄想一下 如果這兩個人能綜合一下該有多好啊 好啦現階段來說 Wiggins已經達到過去Bounce的成績了 甚至更加超越 下一步當然就是前三年的Drain Wiggins需要在防守段組防對手組裡外 還必須擔任第三得分點 也就是浪化兄弟都熄火 或是不在場上時的穩定得分點 有如過去KD那般 雖然這個目標或許有點夢幻 但我覺得達到KD的80% 應該不是不可能啊 還是有相當程度的機會 好啦今天Wiggins就聊到這邊啦 最後來說明一下為什麼 最近都沒有再更新勇士週報 因為我覺得現在勇士的比賽內容都差不多的爛 而且也不打算要拼季後賽了 所以我覺得出週報好像沒什麼意義 就改用說明球員狀態來更新影片囉 好啦本集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點訂閱點下去 我們下次見